整個社會、整個國家是非常有幫助的 也能夠把我們中國五千年來這個悠久的文化 能夠延續下去 那麼怎麼教呢? 這個教法裡面就是讀 因為小朋友這時候你只要只管給他讀 不管是帶著讀或者是一起讀或者是接融 只要他讀到50遍、100遍 他就能夠把它放在頭腦裡面 終身受用無窮 那麼很多很多的家長 因為接受到西方的教育 他們認為讀金是科技時代的東西 他常常笑說讀金的話是填鴨子、死骨不化 其實我們如果知道小朋友他的整個 兒童的頭腦的潛能開發 我們就可以知道小朋友 他的腦袋裡面他有分左右腦 那麼左腦是屬於理解的 右腦是屬於怎麼樣 屬於比較印象、抽象的、音樂的 所以這時候右腦的話 在他右臉的時候是最容易開發的 他只要聽、只要念 他不知不覺就把這些好的語言聽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不管他了不了解 因為理解的東西的話是13歲以後的事情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讓他能夠盡量讀、盡量聽 那麼他就很容易把這些好的東西放在他的頭腦裡面 所以讀金的話並不是叫做填鴨子 讀金的話我們把它稱作填牛 因為小孩子他就像海綿一樣 他可以吸收很多的東西 那牛也有幾個胃 我們知道牛有四個胃對不對 所以你盡量填 你把它填薄以後它會怎麼樣? 反鋪 沒有錯 所以你讀得越多的話 它的反鋪能力就會越強 所以我們只管讀 先不要急著去理解 所以你幼年的時候能夠讓讀金 讓小朋友來讀誦經典 他的終生就受益不盡 經典中裡面的可能任何一句話 甚至認了一個文字 都可能對孩子一生產生又深又遠的影響 所以兒童讀金又被稱作兒童智慧的開發 也是我們兒童中國文化的導讀 也是能夠讓我們中國文化 整個斷層重整的工作 所以兒童讀金剛才這四個字裡面 他就把握教育的四個理念 也就是把握最恰當的年齡 然後用最簡潔的方法 藉由最經典的內容 然後能夠培養我們最優質的人才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有正確的教育跟理念跟做法的話 不管你今天才來 我們都不怕很晚 最重要就是你現在要好好的帶你的小朋友一起來讀金 有一句話說不怕慢 怎麼樣 只怕讚 所以我們看今天我們兒童讀金的教材裡面 都是豐富的文化內涵 歷史典故 還有品德養成的一個活教材 所以這些看世書裡面都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 大學 中庸 輪語 孟子 還有道家的經典 老子 莊子 還有我們中國的文學的經典之作 唐氏三百首 甚至我們現在小朋友 連西方的這些經典 我們都讓他能夠背誦 像美國的獨立先言 西雅圖九長的一封信 這些我們都可以讓小朋友朗朗能夠上手 所以為什麼要及早讓兒童能夠來讀金 來接受這些經典智慧的心討 剛才我有報告過 十三歲之前是他激勵的黃金時期 我們務必要能夠把握 這時候幼兒的頭腦是最容易開發的 我們讀金的話 就是在開發他的整個幼兒腦學習 像我們六年的國民小學下來 我們認得字的話 大約是三千個字 我們以前的話 一本國語課本裡面有二十課 每一課大概有十五個生字 所以一學期念完一本國語課本 可以認識三百個字 那麼六年的話 有十二本 就有三千六百個字 如果我們知道兒童的整個腦袋的開發 我們用他讀金的方式 他也可以認得很多的字 我們知道我們的幼兒腦的話 他小時候他是把文字當作圖像在寫習 相信各位家長都有經驗 我們那時候小朋友三四歲的時候 我們讓他能夠提倒認知 我們家長都很用心 可能會做個卡片 然後寫個電視機 放在電視機旁邊 寫個電冰箱 放在電冰箱旁邊 寫窗戶 放在你家裡的各個石像的旁邊 當小朋友在看電視機的時候 他也看到旁邊寫什麼 三個字 電視機 當他開冰箱的時候 他看到電冰箱三個字 久久之小朋友會不會認識那幾個字 會 當然會 因為他看久以後 就把文字當圖像認得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種方法 也可以讓小朋友認得很多字 一年的話 可能就可以認識三千六百個字的 你不用花六年的時間 因為我們小朋友讀經的話 就是怎樣 三正一押一直 椅子拉正 身體坐正 書百正 讓小朋友能夠專心 然後左手押 右手指責日念 然後老師說 小朋友跟我念 子曰學而實習之 不宜夜夫 小朋友就跟你念的 子曰學而實習之 不宜夜夫 因為小朋友他的模仿能力 非常的強 你念一句 他就跟著你念一句 子曰道歉慎之果 盡視而信 協用愛人 他就跟你這樣子念 子曰巧言令色 弦以能 所以你看 當他跟你念完 文語的學而篇 這樣這幾句下來 他至少會認識兩個字 哪兩個字 子曰 沒有錯 他就認識這兩個字 所以他只要很用心地 這樣看著念 把如意念完 他就認識一兩萬個字了 所以認識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們偏偏在國民小學 花了六年的時間 所以讀今 是最好容易 開發小孩子認識的一個能力 所以你看我們讀了六年 的國民小學 最後只懂得什麼 認了三千六百個字 其他的都還給老師了 各位家長你還記得 我們以前一本國語課本有二十課 我們老師每次教這一課的時候 都會教完怎麼樣 背課文 背課文 小朋友回去 把這一課的課文背起來 那麼小朋友回去的話 只要練個二、二十遍的話 明天就可以背給老師聽了 沒有背過課文的家長請舉手 都有 我先來考考各位 剛才有講說 我們讀過早早期背著書包上學去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補儀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各位還記得拿幾課 這麼多的家長在這邊 你只要有辦法講出十課 我就覺得你的記憶已經非常的不錯了 還有什麼 火車過山洞 對不對 還有司馬光打破水缸 各位可能都還給老師了 對不對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以前的話 背給老師聽以後 考完考試以後會不會再複習 不會 所以讀完小學就把小學的東西還給國小老師 因為我們沒有再去複習 根據心理學家 人的記憶的話有分作短期記憶跟什麼 長期記憶 當我們背會以後如果沒有複習的話 就會有遺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